弗朗西斯·培根说过,坚韧的品质是思想的统帅,是意志的盔甲,也是理智的堡垒。 上一集肖恩遗憾退出,现在只剩下九名参赛者还在继续坚持。 让我们回到第五天的早上,十一点零五分,罗兰在准备着什么食物? 她将找到的果子藏在一根木桩里,以备不适之需,然后扛着斧头出去狩猎。 她找到了一个想要长期期生的地方,住在石头里过冬,将石头做成围墙砌起来,留一个入口,在树后面再做一堵墙,最后把原木放在上面做屋顶,说着就干了起来,这是像大工程。 今天的目标是完成食物的岩石部分,把墙砌好。 第六天早上九点四十七分,选手马克在岸边发现了可能是一只幼狼的脚印,他打算跟踪狼的踪迹,看看狼群是不是总在附近出没,提前做好准备,保证自己的安全。 马克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待了十年,执行侦察和侦察狙击手的特别行动,大约两年半以前开始了自己的事业。 教授拍摄,生存,登山和跟踪,马克对自己的事业很热爱,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挑战,他想看看自己的身体和思想能走多远,所以参加了本次的野外求生比赛。 更多的是为了他的儿子,他平时赚的钱不算多,要是得到了奖金,就完全可以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。 他在海里布了鱼网,是时候看看有没有收获了。 运气不错,他有了两条白鱼,还有两条鲑鱼,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区域来熏肉。 马克用石头建了一个壁炉,这四条熏鱼肉足够维持他一百天的生命了,但鱼不会是他唯一的食物,所以他打算去捕捉大型猎物。 海里的鱼网一直在发挥他捕鱼的作用,在马克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为他生产食物,不用担心挨饿,多少能让他轻松一些。 第六天下午4点01分,选手卡丽正在寻找食物,他捡到了一只幸运兔腿。 在卡丽整个成年生活中,他一直在四处旅行,他是个流浪者,不住在房子里,住在帐篷里,住在树下,住在洞穴和防水布下。 在冬天,他追踪每周诗,在秋天,他就去打猎,自己养山羊,做祖传的编织篮子,学习制皮技术和动物处理。 在北极这个全新的环境里,卡丽面对着一个新的挑战,他的第一食物策略是松鼠和兔子。 沿着兔子的轨迹设下几个陷阱,等待他们自投罗网。 路上他遇见了一群狼,目测大概有五只,他大着胆子跟在狼群的后面,可一转眼的功夫,狼群就销声匿迹了。 狼群在跟卡丽争夺为数不多的猎物,所以寻找食物需要更加努力才行。 第六天下午5点58分,选手柯里正拿着弓箭瞄准他的猎物,箭无虚发,他打中了一只松鼠,这是他今天的晚饭。 柯里的弓箭技术很厉害,他出身于狩猎采集者和热爱户外运动的世家,他从小在地下室建造弓箭,现在以制作原始的长弓为生。 他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了四年,在阿富汗服役了两次,他拥有在极端困难中的纪律和毅力。 这为他在北极生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 柯里在河边清理动物内脏,在这里没有人类的声音让他感觉很奇怪,但他在尽可能地适应环境。 第七天的早上7点11分,选手阿莫斯正在布置鱼王捕鱼,海边的岩石很滑,但他必须要为这一天的第一顿做点什么。 他的希望没有落空,这一条大鱼够他吃几天的了。 他的表兄弟们教会他如何制作自己的弹弓和陷阱。 阿莫斯告别家人来到美国,参加荒野生存挑战,拿到奖金是他的目标。 他仔细地清理着鱼肉,附近出现了一只狼欢在追他的鱼。 早上11点29分,罗兰还在弃他的庇护所,他拿起斧头砍断树木,准备搭一个屋顶。 按照以往的经验,建房工作又调不稳地进行着。 第八天的早上9点24分,科里在烧热水,他每天抽出15到20分钟时间升火净化他的饮用水。 他有点想念家里的自来水了,他为自己的庇护所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,然后开始挑选每根原木一点点地进行搭建。 他做好了完全绝缘的侧臂,现在得坐屋顶了。 下午5点39分,正扛着一根原木的科里突然掉进了一个洞里。 他的膝盖看上去状况不太好,但建造工程还在继续。 科里的膝盖在13年前动过手术,多年来恢复得很好。 他将云山放在整个庇护所上可以很好地做掩护。 成果看上去还不赖,起码是个能保暖的地方。 第九天早上8点58分,卡丽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避风的地方搭建帐篷。 他需要干燥的地面,靠近水,靠近木头。 卡丽原本想要在悬崖上的某处找个地方,再三考虑之后,找到了一个比较平缓的平地,开始搭建他的避难所。 他尽量将地面弄平,搭建工作进程没有想象中的快,而此时已经起风了。 卡丽只能做一个非常破旧简陋的庇护所,先住进去。 第九天的中午12点13分,马克所处的环境稍微好一些,他正喝着鱼头汤充饥。 鱼头的脂肪和肉能保持他的体力。 他的庇护所还缺一道门,经过深思熟虑,开始将计划付诸行动。 做一道结实的门,好让他离开庇护所之后,防止其他动物进到里面翻他的东西,同时也能保护他不受伤害。 小屋里的灶台火一直在燃烧,寻着上面铺满的鱼肉。 马克几乎不用为食物操心。 正躺着休息的他,听见了屋外有什么动静。 出去查看,原来是一只黑熊正从他身边路过。 下午2点57分,马克决定跟踪黑熊。 黑熊有可能是闻到了马克捕捉的鱼的味道。 为了守住自己的食物,马克要主动出击。 他试图发出野兔的声音,吸引黑熊现身。 不过对方好像并不上他的当。 第十天早上,8点14分,克里再编织一张鱼网,完工之后放进海里等待猎物。 他在他的腰带上刻了一个心动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饿瘦了,腰围都小了。 他背着弓箭出去捕猎,一路上也没看到动物出没。 他还得担心着自己的膝盖不要再次受伤。 每天早上都是恶性的,用不了多久,他的肌肉就会松弛。 松鼠肉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了。 好在鱼网有收获一条鱼,这是克里来到这里第一顿蛋白质大餐。 他从未炖一条鱼这么感激过。 第十一天早上10点55分,卡丽还在风中凌乱,他必须搬家转移营地。 他花了两天的时间搭建的庇护所,现在又要拆了。 风实在太大,为了不被风吹垮,迟早都是要走的。 卡丽将整个地方都找遍了,最终找到了一个洼地,有木头,地面也很干燥,但就是不太平坦。 他消耗的卡路里比他吃进去得多,等他想好怎么重新搭建庇护所后,他得去狩猎,抓点东西吃才行。 悬崖的路不好走,他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。 下午2点01分,卡丽用弓箭射死了一只豪猪,对他来说是个大收获,豪猪的肉和脂肪够他成果下轴了。 下午4点11分,科里在四处寻找果浆,他膝盖的状况越来越差,走路的时候都能听见膝盖发出声音。 他的左膝后面长了一个叶囊,这让科里完全伸展膝盖的时候疼得要命。 膝盖的情况持续恶化,他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。 夜里他躺着睡觉的时候,觉得自己在发烧。 第12天早上5点2分,科里似乎一夜没睡还清醒着。 天亮之后,他的膝盖已经开始刺痛,他要在留下和放弃之间做出选择了。 再三考虑之后,他决定不能拿他的未来冒险,所以打电话给节目组决定退出比赛。 科里在镜头面前陈述自己的情况时红了眼眶,如果没有受伤,他很有可能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个。 好了,本期良品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记得点赞转发哟。